男主席 男主席 我們先進一段VCR再回來討論 這不是 這不是 請尊重 公主 公然入入 公然入入 今天不只是我們 民主史上最好笑的一天 也是我們民主史上 最黑暗的一天 高雄市立會最黑暗的一天 多數的國民黨圍毆他一個 圍剿他一個 不讓他進行完成他的質詢 這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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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請尊重 請尊重 你不要走 公然入入 公然入入 你們看見了吧 看見了 他當當女的 你臨部沒有任職 你有什麼感想 我臨部在地 我是臨部在地 你是我在出的女人 不是 我們先回來了 現在臨部退出有機會 你不要走 不是韓國瑜做的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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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回到現場 昨天這個激情的衝突場面 結束之後民黨黨團 在市議會召開記者會 可是更意外的是有韓粉衝進來叫囂 罵點點點什麼三九八糟 日本就三八的意思 OK 這個民黨黨就生氣 我要跟你告 施依怎麼看 我真心覺得 其實不應該這樣子打架 炒成這樣 那有沒有 這個明代想要送東西去給備詢的人 一定有 立法院也很多 各個議會一定都很多 台北市議會的道具超多的 有那個很大很大的木馬 還有龍袍 龍袍 龍袍 你說說看 那種經驗其實各個地方都有 然後有沒有一些比較刁鑽的議員 試圖要用一些激烈的方式都有 可是沒有一個地方的議會 是用抽籤的方式來作為保護備詢者 說這個一開始給人的觀感 就的確不好 就會覺得說你弱 所以你要被保護 而且反過來講 其實這個大會質詢 就兩天嘛 你就兩天拼一下會怎樣 你為什麼這兩天都還要 還要說我們要敲錘準時下班 其實你就拼著兩天 又不是天天叫你 那為什麼不拼呢 對 我不知道 你剛說他晚上沒有行程 對我再忙我都要拼一下 不少 不管說我答得多好 我覺得這是一個誠意的表現 那反而不拼 給他感覺說 我一直解讀一個淺訊息說 我在校正 我就是歪去 來啊 你盡量撈嘛 看看 我不知道這是我比較小人的解讀 我總覺得說 我的觀感是覺得 我覺得他給人的感覺是說 對他很需要被保護 他因為很怕碰到一些尖銳的東西 他可能會像上次一樣回答不出來 所以我們必須要嚴格的控管 以保護這個被取的 把它放在保溫箱裡面 對 那我覺得這個其實 就是愛之氏足以害之 他應該要在原地被打敗一次 你要重新站起來 就在這個地方重新站起來 那個對韓國瑜爭取年輕的 爭取中間的 我覺得那個才會有說服力 第二個部分是 本人身為一位高雄 林亞區的女孩子 林亞區 我們林亞區沒有議員抽中 可以質詢市長 今天抽籤的結果是 藍16綠6五黨籍1 時代力量1 對那你說說看 你會對我們這些林亞區居民造成怎麼樣子的印象 我們當初投票選議員的時候 你可沒有跟我們講這種規矩 他要幫我們去監督市政府 可是他今天卻沒有機會 所以我們是怎樣次等 所以高雄 反正你們手氣不好 就不理你們這一區 我們這種投票叫 一人一票票票票等值 就像每個議員也是一人一席 每個席次都應該等值 在一個施政的總的範圍裡面 包括做到中華民國的總統 不會因為說 你是住在台北市大安區 台灣的首善之區 你的價值高 我住在譬如說屏東的某個比較偏鄉 你的價值就低 所以我覺得韓市長在這部分 你很明顯的違背 您過去所做的很多最基礎的民主價值的承諾 我覺得後面還有改善的時間 希望你能夠做一些調整 不好意思答案十幾 對我就覺得說 這對於我們林亞區居民來說 真的蠻不公平的 我沒有想到說是要靠運氣這件事情 那也的確是侵犯了議員他的職權 就是他本來他的責任 他被選上的責任就是監督你剛好市政府 可是他卻沒有機會去問你 剛好市政府 對我覺得很糟糕 而且我知道有很多國民黨都會開始比較說 你看全台灣各個縣市議會 有人是5點半 有人是 但是我覺得那個是一個態度的問題 而且不會有一個縣市是用 會用抽籤 運氣的方式 所以你有沒有人登記 你只要有登記 我一定會讓你問完 所以為什麼台北市議會常常 有的時候會挑燈業戰 他已經過了兩天那種時間了 他就把時鐘定在12點 就時間凍結 但是我仍然持續進行那個會議 就是要讓議員完整的行使他的監督選擇 那也是對偉大的市民的意志的一種尊敬 對雖然時間過了 雖然時間不夠了 我還是基於尊重民意 我繼續用撐都要把它撐下去 要不會做回應 好我先講好了 台北市議會現在已經沒有挑戰業戰的問題 是完全沒有 就是6點半下班 我覺得這整個問題有很大的問題 剛剛那個高雄有講到 還有66位高雄市 台北市有63位 但是全部都講得完 兩天時間全部講完 而且是每一個人排時間 大家抽順序 把身道就換你上去 為什麼 因為是6分鐘 其實你對市政諮詢 你看部門局各個的諮詢 他們的15分鐘 我老實說我覺得真的過長了 因為就6度也沒有這麼長的 最多就是10分鐘 只有是桃園市 其他都是5分鐘或6分鐘 再來我講另外一個問題 我當然絕對贊同 質詢是議員的職責 每一位議員都有 覺得他權利去質詢市長 這絕對是對的 我們選出來漂漂等職 本來就應該行使我的職權 但是不要忘了 我們的高雄市議會 他上午是什麼 是黨團質詢 也就是說黨團質詢 是所有的民進黨的議員 都在做質詢 如果你們上午黨團質詢 某一些議員講完之後 你下午的個人質詢 你就不一定要去個人質詢 因為你上午已經質詢過了 黨團雖然說你的黨團 好像跟個人不一樣 可是實際上我們都會討論過 重大議案的時候 由誰來 我們用集體的方式來質詢他 對 集體來講 對 這是一個重大議題 如果比較小的案子 才會有個人來處理 所以我覺得他是有黨團質詢 跟個人質詢 如果你是沒有抽到的 實際上你黨團質詢講可以 或者是你黨團質詢已經講了 你個人質詢 你就不要來抽了 那博弈我現在要大家想問 如果柯市長 也用韓市長同樣的理由 我們六十幾個議員 要問問 問三天說不定 也能抽籤 你會在這個議題上 站在說 好 我同意柯市長 我站在你這邊 目前情況是 因為我們沒有發聲 我們都講完 所以我還是說 我覺得每一位議員 都要去質詢是合理的 因為真的合理 這是我們的質詢 也是民眾賦予我們的義務 但目前發生這種狀況 是因為我覺得他們時間 15分鐘太長 要不然他們66位 我們63位 其實沒什麼差 為什麼我們講得完 他只有將近什麼四成 沒有辦法講 所以我覺得考慮一下 包括藍綠議員都可以考慮 是把時間縮短 我當然我也站在 提升問政的效率 因為你時間有時候太長 會問到一些重複的東西 或等等問答對答太多 不如把時間縮短一點 讓每一個議員都能夠充分的 來問市長 他想要問的問題 我覺得實際上 這是一個最好的方法 我想從博弈這邊的回答 也看得出說 他的用意良善 不過我覺得溝通 解決這個方式的 助理解決這個方式的方法 應該會有更妥適的方法 會有更妥適的方法 劉悠彤已經到攝影棚裡面 要聽他回應之前 我們有兩張手板 再看一段VCR 最新的品觀點的民調 在兩強對決的情況下 蔡總統以40.3%的制度 贏過韓市長的25.9% 那這份的民調提送 也問到一個比較有趣的 就是說 在受訪者中 最討厭的政治人物 他的排名 第一名是韓國瑜 討厭程度高到43% 其次為蔡英文總統23.5% 柯文哲市長14.8% 呂秀蓮前副總統13.8% 王前院長的12.1% 我想用這張手板 跟韓市長做一個簡單的溝通 學過行銷學的都知道 一個商品要銷售 必須要做到一個叫定位的概念 我們看這手板 這是Sony以前做的一隻機器狗 叫IBO 非常可愛 他剛開始推出的時候 把他定位成什麼 高科技的機器人 可是因為他常常突出 不聽話會突出 賣不出去 哪像個機器人 笨得要死 戳得要死 動不動就突出 後來Sony把它改定位成 可愛調皮會出小trouble的機器 淘氣狗就大賣了 為什麼 你把它當作那麼震驚 大家就震驚看待你 你把它輕鬆看待 他就輕鬆的回應你 所以這隻狗 是應該定位成一隻高科技的機械狗 還是高人性的寵物狗 韓市長 你怎麼定位你自己 你把自己定位成高雄市長也好 定位成未來中華民國總統的 可能的當選人都好 我不能輕鬆一對 我當然高標準的對待你 請你必須接受 我們對你所採取嚴苛的態度 這不是要黑你 而是做一個國民 對我們國家未來前途 我應該有最基本的期望 我們是在家裡 我們在家裡做個國民 對待你 我們要做一個國民 的筆餐 發展 對 我們要做一個國民